- 本則新聞周報重點,首先 第一款打擊中國的戰略武器,台灣將在兩年內研發出來 接著關注M41D戰車正式部署金門 同時還有2021年美國海軍將會成軍服役的軍艦介紹 再來關心韓國正式啟動LPX-2新型航艦計畫 最後就是美國成功試射70公里外精準運動的超級炮 大家好,我是RJ,歡迎來到2021年1月第一週的RJ軍事新聞周報 不管什麼機,什麼鍵,什麼炮,RJ通通報給你知道 各位觀眾朋友,不好意思,因為上個禮拜是這個聖誕節跟新年的週末 所以呢,很多國外的軍事機構都休息休假,所以我們RJ軍事新聞周報也跟著收看一次 不過沒有關係,從今天開始,我們這一集的RJ新聞周報 會為大家帶來2021年最新的世界軍事新聞 來自上報Bingo的報導 由巨性相關人士或者是巨性軍官表示 中科院研發射程超過1000公里的中程地對地飛彈 經過作戰測試評估通過之後,將規劃量產作為源頭打擊的另一項利器 這也將是國軍首款研發屬於戰略性的武器 據指出,國防部委中科院以代號幾封專案編列了8億多元 在2021年到2022年用兩年不到的時間研發射程超過1000公里的中程地對地飛彈 而且在2021年該專案將不用5億多元 也就是超過一半的預算來進行研發 這代表中科院已經有製造中程地對地飛彈的技術與實力 根據了解,中科院製造的飛彈彈體技術已經能做出彈徑一公尺 就是直徑一公尺,彈長7公尺以上的飛彈彈體 該型彈體已經屬於中程地對地飛彈的載具規模 也因為有這個技術,近來中科院試射天宮山增程二型防空飛彈 該型飛彈以不是天宮山形的單截式火箭 而是曾經參考美國潘興二型固態燃料飛彈的兩段式構型 採用兩截式的火箭推進器,飛彈彈體直徑加大 以增加射程還有彈頭的酬載量 並增加複合性材料,讓飛彈重量減輕,而且增加它的射程 加上內部各項系統的更新,飛彈的結構也局部構改 因此天宮山增程二型防空飛彈與天宮山形防空飛彈的構型是完全不一樣的 根據資料顯示,由國家太空中心主導所進行的十次探空火箭發射任務 是採用中科院的天宮飛彈彈體來改良,把它改成兩段式的太空火箭 那進行了高度50到300公里的科學研究 那它以氣動力的翼翅,或者是群狀的外形 使氣體的重心位於中心的後端,來保持火箭的穩定飛行 這是有一個歷史背景的,因為1996年飛彈危機之後 國軍那時候沒有反制解放軍東風地對地系列飛彈的相同飛彈 因此政府當時緊急下令以天宮防空飛彈的彈體為主體 延改出射程300到500公里的天宮2B,也就是TK-2B地對地飛彈 並以代號3124號開始進行量產,持續到2006年來完成 這批地對地飛彈被編入特種飛彈的部隊內 目前空軍以代號天二計劃交由中科院進行更新延售案 規劃以三年時間來完成天宮2B短程地對T彈道飛彈的更新經濟 那隨著中科院飛彈製造技術的提升 美方對臺取消關鍵性組件的禁令 再加上過去累積的製造技術經驗 據指出,代號W99小組持續研發低軌道衛星載具的技術之後 部分技術已經運用在攻山增層二型的防空飛彈上了 色高已經達到500公里 最近,攻山增層二型防空飛彈的測試上 相對的驗證拋物圓錐曲線的最大距離 因此,幾封中層地對地飛彈射程超過1000公里已經不是問題 那至於彈頭的部分將採用殘規的高爆彈頭 但要命中的精度高 末端導引的技術就要提升 這個部分就是該專案研發的重點 據指出,因為幾封中層地對地飛彈的製造技術已經具備 最快在2022年初就可以進行色高的測試 並進行相關的技術驗證 如果順利在2022年量產的話 規劃跟編列的預算就會執行 那很多觀眾可能就會問RJ說 你為什麼要引用命狗的報導 難道之前命狗寫的故事不夠多 訪問的巨先生巨軍官不夠整齊嗎 那關於這個問題,校偉哥有給出一個答案 校偉哥說 有時候軍事新聞報導剛開始的時候就跟畫鬼大賽一樣 可能要過一段時間 這時間長短不一定 甚至可能沒有辦法證明這個鬼是真正存在的 比如美軍有很多武器 甚至是到被打了下來之後才知道這個武器的存在 命狗之前報導雲風飛彈也很像在畫鬼一樣 內容在各大討論區都被嗤之以鼻 但後來幾年在國防部的預算書上赫然發現 真的有這個中橫地對地飛彈的存在 也因此命狗的報導也開始慢慢被重視 尤其這個幾封飛彈又是另外一個 完全不同的地對地的飛彈計畫 從年初一開始 中科院就不斷在九層基地進行無限高的飛彈測試 那看起來真的有一些進展了 那我們當然希望中華民國不管在科技發展 或是在武器裝備上都能不斷傳出好消息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 很久沒有被我們關注的中華民國陸軍 M41D戰車正式部署到小金門了 其實這個報導最早來自聯合報的洪哲政大哥 他在去年的10月26日的獨家報導中就說 經乘峰拍板 陸軍列宇守備大隊的M41A3戰車連 將全面太除裝備 由軍備局209廠減整14-15輛所妥善的M41D戰車 孕婦前線接手防務 這項專案將針對本島的M41D戰車 以拆零納補的方式在不增加預算的原則下進行減整 據了解M41D戰車雖然老舊 但是妥善率高 而且當年性能提升之後 至今能堪稱擁有陸軍最先進的瞄準與射控系統 可以射擊翼紋脫殼穿甲彈 陸軍在民國47年起陸續接收M41戰車 型號有A1與A3 在1996年台海危機之後 國軍以本島車輛性能提升50輛的M41D戰車 改裝柴油引擎 更換主炮與射控 加裝夜視系統 M41D是我國獨有的型號 當年M41A3性能提升為M41D之後 外觀增加測群裝甲 同時更新戰車的射控系統 有熱源成像儀就是TTVS 而且有電腦的彈道計算機 4-1D的瞄準與射控系統 現在仍然是陸軍最先進的 而且戰車更新的主炮 雖然仍然是76炮 但是拆掉防火帽 增加炮糖排煙氣 可以射擊一吻脫殼穿甲彈 M41D戰車因為更新動力系統 引擎換成康米斯的二行程柴油引擎 但是變速箱沒有變 仍然是原來的CD500 最高時速比M41A3低 但是更省油扭力變大 妥善率高 之前金門列宇 M41A3戰車發生戰損 不幸造成官兵一死一傷 現有裝備老舊的問題受到關注 蔡總統指示盡速更新 經過國防部向陳鋒提報後 日前原則同意以M41D戰車接手防務 那麼8輛M41D戰車日前運抵金門列宇 陸軍司令部指出說 金防部換裝M41D戰車 是因應敵情威脅及戰爭型態 可強化防務機動打擊與夜戰能力 對金門前線仍舊部署舊型的M41D戰車 軍方的解釋是說 M41D的體積與機動力 適合金門崎嶇的地形與轎宅的道路 而且隱蔽戰車的坑道不需要再拓寬 陸軍司令部昨天表示說 M41D戰車的換裝是考量外島地區的實際需求 在完成全車檢修及嚴格驗證之後才撥交 那外界有擔心這批M41D的這個煞車系統 那陸軍司令部有指出說 M41D戰車的煞車系統屬於機械式聯動 在撥交會驗之前已經由冰整中心完成性能測試 而且達到合格標準之後才撥交 煞車系統沒有疑慮 那麼這一次的M41D算是再回到金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原來的584旅離開南雄的時候 戰一營的M60A3回到台灣 那戰二營的M41D就留在大金 後來這一批M41D的防務又被另外一批M60A3取代 那M41D就後送冰整中心 然後現在M41D因為小金的翻車事件又回到小金門前線 這個有沒有很複雜 就是他原來在大金門 那現在回到小金門 繞了一圈之後回到小金門 雖然這個看起來確實是把之前M41A的問題做了一個解決 但實際上這只是用一個70歲的車去換75歲的車而已 而且如果之前造勢的轉向系統仍然是沒有更動的話 那麼之前的偽安因素並沒有消失 這不得不令人有一點擔憂 但是金門前線諸島本來就在中國的眼皮底下 真的要放什麼高大上心的設備 國防部也會想很久 也因此中華民國陸軍最老舊的裝甲戰備 就在這裡服役了非常久的時間 如果不是因為翻車事件 搞不好會繼續服役下去 那一定會有人說 為什麼不讓最新的雲爆系列輪行裝甲車來到這邊 原因就是地形 因為金門的地形上下不平 多圍山坡地 是不適合輪行車輛的運動 那M1主戰車又太大太寬 來到這邊大概只能變成固定砲塔 而且是因為前線的關係 戰車如果能在坑道裡面運作 會大大的對戰術有利 這也就是為什麼長期使用M41車系的原因 而且M41D比擁護戰車更晚更新 有很多新的裝備看來增加了一些戰力 然後重點是 冰整中心整出這幾輛車在預算上 也不會花什麼錢 當然陸軍也沒有什麼預算可以花 這是事實 所以因為M41A出世了 現在換M41D來扛 看起來是目前最合理的答案 只是這個答案到底能夠撐多久 後續的替換計畫是什麼 在在都是會讓國軍非常頭痛的題目 新門因為是前線戰地 所以有諸多各種不同的麻煩的條件 所以會出一個比較奇葩的立法委員 也就不能有那麼奇怪 你說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來關心 2021年即將在美國海軍服役的新戰力 根據military版版版友面談P引述Navy Times的報導 2021年即將服役的海軍新戰力包括 一艘伯克級是DDG-118 以及三艘LCS 分別是獨立級的Oakland-Mobile 還有一艘自由級的明尼納polis-St.Paul 水下戰力方面則是SSN Oregon 以及SSN Montana 這個都是維吉尼亞級的最新攻擊潛艦 另外還有一艘ESB 是ESB-5Miguel Case 那ESB這個船大家應該覺得很陌生 它的原名叫做 It's Petitionary Sea Base 根據面攤版友的分享 這種船上是有軍人跟一般水手一起服役的 也就是船上有軍職跟非軍職人員在服役 那艦上的軍職人員的人數跟驅逐艦是差不多 這就很厲害了 那這種船雖然看起來很奇怪 但是它的作用很大 它的前身是Expandinary Transfer Dock 也就是可以用來作為海上的延伸基地 今年要服役的這艘是同級的第五號艦 同時還有兩艘在建造當中 美國海軍預計要照到七艘才能滿足使用的需求 雖然比起中國這幾年矛起來下角質的造艦奇景 美國海軍今年即將服役的海軍軍戰力看起來有點弱 但是美國海軍有理有序的造艦計畫 有節奏的造艦而且不斷的動態改良 其中也隱藏了美國海軍強大的秘密 比如說即將成軍服役的DDG-118好了 雖然它還是博克2A的戰鬥系統 可是它是2A TI的技術增進版 TI是Technology Insertion的桌鞋 也就是說2A系統中加入即將在博克3服役的系統單元 這個概念也就是整個神盾戰鬥系統的升級概念 也就是不斷的小步升級並且驗證 經過驗證後的系統概念就回過去升級舊船 所以從DDG-51博克號成軍到現在 仍然不斷有經歷各種大大小小的升級 讓它的戰力始終維持在高檔 同時這樣子有序的造艦計畫 也能夠讓整體的艦隊年紀不相同 得以避免同時大量出役的窘境 那這裡我們講到DDG-118 它的艦名是Daniel錦上 也就是錦上艦眾議員 那錦上艦眾議員呢 他是夏威夷的日裔美國人中的英雄 你會發現連夏威夷機場都是用他的名字做名字 那我們在這裡也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傳奇人物的故事 珍珠港事變的時候呢 他在念夏威夷大學 當時他立即就投入志願服務的行列 甚至呢 替很多排斥他的亞洲面孔的美國大兵服務 那當時因為他是這個亞洲連孔的關係 所以他受到大聲的刺嚇 他也沒有退縮 因為那個時候他希望成為一個救人的醫師 接著他馬上中斷他的學業 投入美國陸軍 被指派到歐洲戰場 1945年在北義大利的一場激戰之中 井上艦的腹部重彈 那個時候血流如柱 可是他當時已經用手榴彈炸毀了一個德軍的碉堡 那個時候他手張還握著兩個手榴彈 他還要繼續反擊 這個時候他已經受傷很嚴重了 屬下看到他受傷就大聲叫他撤退撤退 可是井上艦沒有撤退 竟然繼續勇往石前 匍匐前進又丟出另外一枚手榴彈 把40公尺外的另外一個碉堡炸掉 那這時候他還有一顆手榴彈對不對 那他又繼續要炸第三個的時候 然後那個機箱掃射過來把他右手整個都打碎了 可是他沒有退縮 他用他的左手把右手血肉模糊中的手榴彈拿過來 繼續把最後一顆手榴彈丟過去 也把最後一個碉堡炸掉了 那整個人就昏死過去 哇有沒有很勇 這種拼死戰鬥肉搏的這種無勇實在是令人敬佩 那可是這個勇敢也讓他失去了他的右手 那他當時也退出了戰場 那他的英勇士忌讓他得到包含十字勳章在內的十二種勳章 那當然他沒有右手就沒有辦法再往當醫生的夢想前進了 那回到夏威夷大學之後他改讀政治 並且最後取得華盛頓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 後來他一輩子都從事政治工作 他以爭取夏威夷的各種法律與公平正義為職制 所以要被當作伯克級的名字還是蠻不容易的 也許美國海軍現在已經不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艦隊了 但是美國海軍毋庸置疑還是全世界最強的海軍沒有之一 好接下來也讓我們來關心一下 美國陸軍的最新消息 他們打出一門70公里外命中的精準大炮 美國國防新聞週刊的報導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Yuma試驗場 負責測試的將Ravity準將偷偷說 這次測試之中一共射了三發 第一發因為高空中的測風 導致與目標差了100公尺 這個是他未來要吸取教訓的地方 Ravity說呢 第二發則是陸軍為了冠性測量器裝上解身器之後 出現了硬體問題 最後第三發才不負眾望的精準集中目標 Ravity表示他認為 美軍對手的火炮沒有能力在70公里處集中目標 事後他並且誇稱說 他不覺得他的對手有相同能力的火炮 這款被稱為超級炮 就是SuperGun的新式自走炮 代號是M1299 屬於增程火炮炮兵 Extended Range Cannon Ravity就是ERCA的開發計劃 他採用M109A7的自走炮底盤 並使用58口徑30英尺長的炮管 代替原來39口徑的炮管 同時也在測試新式的神劍S型炮彈 與XM1113火箭增程彈 M982 Excalibur神劍彈 是美國雷神公司與瑞典波佛斯公司 聯合研製的新型炮彈 然後他採用GPS的導引方式 炮彈彈頭裝的EPIAFS 就是強化型可攜帶炮兵導引引性設定器 那這就是預先速入目標的位置之後 炮彈擊發之後就可以主動搜尋目標 同時也有可程式化的引性 也就是針對不同的目標 可以採取不同的引爆方式 這款炮彈擁有可動的安定面 GPS與雷射巡標器 可以將炮火集中到10公尺內的移動目標 神劍S型的炮彈 還有海軍艦炮版的神劍N5型炮彈 都已經在2019年試測成功 SM1113火箭增程彈 是一種新型的火箭助推炮彈 它擊發後 彈尾內的固態火箭燃料會燃燒 並且讓炮彈飛到大概40公里左右的距離 美國陸軍政計劃在2021年確定新型長城自走炮的設計 並爭取在2023年投入使用 GPS如果真的部署在戰場上 將能從敵方火炮範圍外摧毀 敵軍的火炮系統 那新科技已經可以讓炮彈越來越準 也越打越遠 但同時也讓炮彈的單價越來越貴 Rafety頓將同時也是PRSM計劃的主持人 相信他正在運用最新的科技 讓陸軍的未來戰場上有更多的話語權 哇好厲害的一把槍喔 喔不對講錯了 是好厲害的一門炮啦 那陸軍終於有東西可以嘴了 可喜可賀 接著呢 我們要講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計劃 韓國海軍要開始進行他們的輕型航艦計劃 你沒有聽錯 韓國人要開始造他們的航空母艦了 韓國日前公佈了2021到2025的國防藍圖 其中透露了未來 航艦的新細節 LPX2 專案將成為F35B專用的輕型航艦 而不是一艘兩棲攻擊艦 PS2專案最初打算做成一艘兩棲攻擊艦 但現在被披露會變成一艘專門的輕型航艦 這意味著他將沒有兩棲資源能力與甲板 而且將配備F35B與傾斜懸翼機 專門用在空中作戰 SP2預計他的排水量在3萬噸左右 滿載排水量可能會超過4萬噸 最初計劃在2033年服役 但目前已經被提前到21世紀的20年代末期要服役 F35B的採購也在快速推進當中 韓國工軍將擁有80架F35 包含60架F35A與20架F35B 此外 LPX2還將搭載韓國未來的海軍攻擊直升機 韓國自主研發的蘇聯MAH 貝爾直升機的H1Z以及H64APA器等將展開競標 韓國並不是唯一一個積極獲得航艦的亞洲國家 日本和新加坡也在積極的採購F35B 根據中時電子報在1月3日的報導 韓國海軍公佈了雙艦島設計的輕型航艦概念案 他很有英國伊莉莎白女王級的感覺 不過沒有使用滑掉起飛的甲板 韓國國防採購計劃局就是DAPA表示說 包括DAPA、釜山國立大學、LIG、NEXT ONE集團等7個機構與公司 都將參與新航艦的開發計劃 預計將到2024年結束核心設計並開始建造 完成時間可能在2030年 那這個輕型航艦的排水量剛剛說過 滿載大概是4萬噸 是現在的獨島級兩棲攻擊艦 也就是他們LPX-1的兩倍大 這樣才能容納大約20架的F35B戰機 那這樣看起來韓國海軍真的不斷向他的假想敵 也就是日本智慧隊發起挑戰了 說起來韓國海軍的現代化發展 比中華民國海軍還要慢開始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遠遠遠遠遠遠遠的 看不到韓國海軍的車尾燈了 好以上是這一節2021年元月第一週的 RG市新聞週報希望大家喜歡 那請大家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 那RG市新聞週報就會 準時的為您送上全世界最新的 G市新聞消息謝謝大家 請幫我們分享訂閱按鈴鐺打點名嘴我們下次見 先給我們去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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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